一岁半的幼儿被反锁在车内 华联受风生一位爸爸把女儿留在车子里面之后就下车卸货 没想到车门自动上锁 导致女童受困了一个多小时 在车上是嚎啕大哭 而消防到场之后跟家长商量 最后采取破窗的方式成功把女童救出 家长好心急要消防直接破窗救援 因为一岁半的女童受困车内已经一个多小时 消防人人先用胶带贴住玻璃 避免车窗碎裂喷飞伤到女童 接着精准的一敲 玻璃整片取出女童不哭了 破涕微笑终于可以回到爸爸妈妈身边 家长频频道谢 事发在花莲兽风香至学村 一名爸爸开着货车下车卸货时 短短的时间车子就自动反锁 女童被关在车里吓得嚎啕大哭 心急的家长赶紧报警求救 现场的救护人员安抚小女孩的情绪 消防人员用破坏器材 破坏小货车的副驾驶做玻璃 幼儿受困车内的案例层出不穷 家长们一定要当心 换玻璃是小 要是心肝宝贝有个万一可就得不偿失 记者陈津洋花莲报道